一名14岁辍学少女无驾照开车 结果失控撞向了一辆摩托车 导致32岁女骑士当场死亡 摩托车后座的43岁女乘客则是受到重伤 这截车祸是于昨晚7点05分 在吉他港口路段也就是游战不尽发生 哥达士打现警需带主任塞巴斯里说 事发时下雨露面湿滑 而事发前32岁的女骑士努沙菲卡 正在这43岁的包姐诺拉丽查 从吉他港口第一花园红绿灯处 往吉他港口方向行驶 怎料却突然被一辆宝藤勇士轿车 从本方向迎面撞上 这名女骑士当场重伤不治 至于她的姐姐则是胸口腰部以及左腿受到重伤 宋院抢救 那么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照顾司机少女没有驾驶执照 而她所开的车一事是母亲友人的轿车 目前警方准备开罚单给车主 并原理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之一条文 这样一台调查